第48題46到48題組成第46題的題幹 第48題問我們說 使一公克的乙液體溫度上升一度C需熱量多少 這個問法就是在問我們乙的比熱 比熱就是使一公克的物質溫度上升一度C 所需要吸收的熱量 那麼要算比熱我們需要熱量 那我們從哪裡找熱量呢 我們用相同的熱源加熱 所以他們在相同的時間會吸收相同的熱量 而我們水的比熱是知道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水在一段時間之內吸收的量多少 我們可以先求出某一個時間水吸熱多少 再把它帶回去算乙的吸熱 我們也可以直接列等式 就是同樣的時間水的吸熱會等於乙的吸熱 我這裡是用列等式的方法來處理 比如說我們取10分鐘來看 那麼水的吸熱H等於2msΔT 那麼水的質量呢是50 比熱是1溫度變化10分鐘是50 減掉20 那麼會等於乙的吸熱公式還是H等於2msΔT 那麼乙的質量也是50比熱我們不知道 溫度變化呢它是80 減掉我們的20 所以這邊的50可以消掉 那麼這邊50-2是30 那麼等於S 80-2是60 所以S等於60分之30也就是0.5 單位呢是卡克杜希 所以我們的乙的比熱就是0.5 第48題問我們說 11公克的乙液體溫度上升於杜希需熱量多少 我們答案選擇是 0.5卡 大家看